昨天晚上十点半多吧 十点四十五分 他就给我突然直接发了个清明节假期快乐 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个清明节假期快乐 我有点无语 因为这个是一个祭奠线人的节日嘛 对吧 你说用快乐两个字来形容 我觉得很奇怪 对方发来的信息是清明节假期愉快 时间是晚上十点三十七分 孙女士说这是一家一居装修公司的销售人员 对方在自我介绍里让孙女士叫他大鱼 孙女士去年买了杭州玉东方的房子 不久这位大鱼就加上了他的微信 跟他推销过房子软妆 孙女士说一家一居还建了个微信群 里面都是他们小区的业主 当时孙女士回复大鱼 有问候清明节的吗 无语 对方发来了一张截图 就是把我的名字有个标签写着人丑 脾气大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有点气愤 我就把这个情况发到了那个 有一个我们有一个软装的业主群的嘛 我放到业主群里面 然后他们领导加了我 然后就是说 嗯 跟我了解了一下情况 然后过了没多久 我业主群里面就是还在说这个事情嘛 他就把我给踢了 这位大鱼在1月13号加了孙女士微信 起初问过孙女士家房子的面积 给孙女士推荐软装设计 孙女士让对方发过效果图 1月22号晚上10点49分 大鱼要给孙女士发一份软装设计方案 孙女士回复 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你不睡觉 别人要睡觉 大鱼随即表示抱歉 孙女士没再回复 接下来的沟通就是4月3号晚上这次 现在大鱼已经把孙女士的微信删掉了 一家一居装修公司的门店 位于杭州新时代家居广场4楼 孙女士找到这里 店里工作人员说 大鱼今天不在店里 随后帮忙拨通了她的电话 改描述改标签 改描述改标签 是为什么要那么去做 孙女士说 被移出群聊和删除微信的事情 她也不想计较了 现在只希望大鱼能够当面给她道歉 大鱼表示自己有事外出 不能及时赶到店里 后续会联系孙女士 表达自己的歉意 后来孙女士反馈 大鱼已经向她当面道歉了 邮包 黄剑 记者报道 删除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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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感谢观看